Hello 大家好 我是麦托 上期说了同一个热搜不同演技的几个演员 哇 心风血雨啊 所以这个视频我们继续说另一个热搜 台子公敌 来看看谁又在瞎吹 还不打个保护啊 等什么呢 第一位 田希薇 一位新朋友 当我搜索这个热搜之后 出现了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有种哭笑不得的感觉 就这个台词真敢说啊 这个句我全部都看了 一直到结尾 我都没有办法适应他的台词 发音一截一截的 就跟有人掐着他脖子说话似的 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外蹦 每个字的开始都是实的 但尾音都在颤抖 又虚又实 就跟接触不良似的 一会儿我想吃瓜子 好 你要包买一百点 我要一口去圈吃 好的 我还想吃桃子 但不想自己扒拼 没问题 此乃莲子鲜茶 是由莲子鲜和生甘草 一起炮制的 莲子鲜微苦 性寒 归心井 有轻火安神之功效 什么火你别再窜档堂了啊 这科学鉴定必须得做 我二哥老是 再走错路 你这样毁了他这一辈子啊 你个丫头骗子 外姓人 我说你在家里就算不错了 闭嘴 冲我来了是不是 我姓乔 我住在乔家老屋 我天经地义 谁是外星人 是你心里清楚 田锡薇的台词一直带着哭腔 别人说话是实线 他说话是虚线 台词节奏也是 他会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 突然加速度 所以听他的台词 你会觉得很别扭 不舒服 那怎么舒服 这就包括你天上的声音 你的气息 节奏 图字 发音位置等等 田锡薇可能不是那种 声音调节很好的演员 这部剧还有点卡着嗓子 但气息 节奏 图字 这跟声音条件没什么关系 我去看一下他别的剧的台词 也会抖 但都比这部剧好 你营销台词 至少挑一部好一点的剧吧 第二位 张艺兴 我们的老朋友 我忘了 我有没有仔细说过他的台词 但他的台词热搜 我真的是看到不少 光台词公底就有俩 这个热搜是因为相逢时节 他在这部剧里 和梁冠华的对手戏 太多了 台词对比真的太明显了 梁冠华脑门上 都写着台词公底 这四个大字呢 所以我不知道张艺兴的团队 为什么要营销这个 还用他和梁冠华 对系的片段营销 我们就用台词的基础要求 来看看他的台词 好吧 林水出了名的实干奖 占领企业获得这么多奖项 而且现在还有一块保地 要买 您怎么 据我所知 你们公司在林水 也是初出茅庐吧 肯定急需一批项目 来占领市场 你才让百分之五 这块地对我们来说呢 不是志在必得 而是锦上添花 现在合同运给他们了 他们签完字就大功告成 真的 哇你做你太厉害了 佩服佩服 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做的 这是大家的工忙 抛开他的口音不说 他的吐字归音节奏气息 都有问题 吞音非常严重 基本上每句话 只有前几个字能好好说 后面直接就滑过去了 也不怎么归音 很多字都糊过去了 尤其是最后一个字 直接失踪 所以他说话 听着就跟嘴里含着水一样 口水太多 简单来说就是说话 嘟嘟囔囔囔的 节奏也是习惯性的加速度 根本就谈不上什么 对台词的处理 比如那句 对于我们来说 不是志在必得 而是锦上添花 志在必得和锦上添花 这两个词 是这句话的重点 也是这段剧情的重点 但他完全没有强调 当然这对他来说 可能超纲了 这已经涉及到 表现剧情 表现人物了 我看有些粉丝说 你怎么能要求年轻演员 跟老戏骨一样呢 以上说的这些 可都是基础 根本用不着跟老演员比 所以吹吹别的就算了 非得吹台词功底 怎么想的 第三位 王俊凯 这个热松是因为 他的毕业大戏 对于王俊凯 我的想法 从想知道 他在北电学了什么 变成现在的 我知道他在北电 应该没学什么 王俊凯演戏 从身体到气质 都会有种僵硬的感觉 这对于演员 是最致命的 因为这会让你演戏 不自然 我有时候会觉得 他是不是没有上 解放天线的课 台词也是 能听清楚 但最大的问题就是 不自然 不协调 就是有种 他非常努力 但依然不行的 无力感 我们来听一下 他买热搜的这段 开场白啊 电视剧大戏门 画剧人口 摊成经典 大家想必都耳熟能详了吧 但画剧版的大戏门 想必大家是第一次观看 这部长篇电视剧 是如何被浓缩在舞台上 又如何在舞台上 把他的儿女情长 爱恨情仇表现出来的呢 他的肢体 台词表情 都透着一种尴尬 他自己也尴尬 我看着也尴尬 而且真的好虚啊 感觉下面他就要不行了 能看得出 他在努力的 说书人的洒脱 游刃有余和自信的感觉 但结果就是 完全没有 哪哪都不对 来看一下他同班同学的片段 1900年 八国联军进了北京城 那会儿的慈禧太后 带着宫里的人 全部逃到了西安 而我们的二奶奶 也带着全家老少 跟随慈禧太后朝王 可这人都怎么啦 从得留个人看摊啊 这看摊呢 就是白景旗 说实话 他的同学就是一个科班毕业演员 应该有的台词水平 但你看这俩人差了多少 更讽刺的是 一个年年有电影 一个连百度百科都没有 这个视频第二个评论 印象很深刻 他说对这两个人来说 是不一样的残忍 第四位有两位 谭剑刺和余和伟 来来来来来 大家请排好队啊 来我这里洗耳朵啊 一个是非科班的年轻演员 一个是科班的老演员 非常具有代表性 来吧 洗耳朵吧 她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 她的成就超过了 大部分同时代的男性 在我的印象中 她代表着女性力量 从你的作品里 我也看到了相似的力量 她源自你的才华和野心 而不是你的外表 现如今朝廷 乘客已久 兵权外落 当年何等喧嚇的门阀世家 少了就风光不再了 你也曾亲眼看见 顾家谢家败了下去 哪一个不曾是权势遮天 哪一个不是皇亲国戚 所以这个视频里 同一个热搜 谁在瞎吹 年轻演员的台词 大部分都不可能像老演员那样 因为差着好多年呢 台词这个东西 不像表演那么依赖天赋 这个东西就是 你练了多少 收获就有多少 也因为是可以练出来的 所以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你练没练 一听就能听出来 有些人话都说不清 就来吹台词功底了 最搞笑的是 还有粉丝一个劲说的 不是演员的人 也来营销台词 不是演员你营销什么台词 达到了 您再来吹 不然就安静调练台词吧 别老瞎嚷嚷 好了 下个视频我们说 另一个内语演员 超喜欢的热搜 原声台词 还不关注我 洗耳朵不是免费的 留个三连再走 我是白图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